那這是一系列的課程當中的第二盤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 雲東科興大學試傳系的老師 廖樹偉老師 那大家第一盤有來上播他的課 應該對他不陌生 然後上一盤課的反應也是非常熱烈 所以今天我們時間非常有些 我看內容相當豐富 那就今天的講題是 我的雲端數位時代1.0 善用雲端服務 提升學習跟工作的效率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廖老師 謝謝 今天第二次跟大家見面 OKOK 我把鏡頭轉回來一點 好 那那個 很久沒有這樣狼吹 因為現在平常我大部分 我都很認真 咀嚼 真的 反正吃飯不能太快對不對 吃太快的話真的會消化不了 好OK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簡報呢 簡報的檔案呢 已經在這個 各位這一邊 我先把畫面稍微縮小一點 OK 那 這個簡報的檔案呢 我們已經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您直接用 這樣後面看得到嗎 還是你要掃QR Code 今天的日期 好 GG.GG 斜線 然後今天的日期 您就可以進到今天的簡報裡面來 好 就可以進到簡報裡面來 那麼 我們今天是這個系列課程的第二堂課 未來就是總共有四堂課 每個月跟大家見面一次 那麼一進來這邊之後 我們今天大概要用到的 會講到的東西也不少 也不少 只是說可能 能不能全部講完 就 看 時間 看大家 這個 進度如何 那 原則上呢 就是 在這邊 等一下呢 我們會有一個延期的一個小的問卷 要問一下大家 問一下大家在這邊 延期的問卷 剛剛 跟剛剛一樣 就是GG.GG 然後今天日期 一橫 H01 01 就可以進到那個問卷裡面來 那我先 離開這邊 給您看一下 在這裡 有幾個小問題 您可以在我們這個延期剛開始的時候呢 先來填寫一下 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那 您看一下 這邊 這裡 有幾個小問題 第一個 您還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有 有喔 你都沒有發現你愛很多嗎 可是你的愛的走的你都不知道 你有照顧過你的最愛嗎 很多人都是只有愛過一次而已 那再來就是 你知道 雅虎現在有搜尋引擎 他有自己提供他自己的搜尋引擎嗎 他現在真的沒有耶 齁 他用的是別家的 再來 我們Google 其實上面有個叫知識突補的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還是你每次都只是關鍵字而已 哈哈哈哈 人家有整理好一些給你都不想看喔 好 那以圖找圖我相信應該大家 用過的機會會比較多一點 好應該比較多 但是 也許有些功能 你不曾用過 好 不曾用過的 再來就是 各位 你們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 手機 行動裝置 都 人手一機嘛 沒有 其實有好多機 哈哈 所以你在上面的資料有沒有做備份 這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有可能會掉了 也有可能會壞掉 所以如果你沒有備份的話 糟糕 很危險 現在掉了 不是只有掉電話而已 哈哈哈哈 好像不是買一台就好 是裡面的資料很重要 再來就是像這個 因為網路的變化很快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 這個網站 你今天去了 搞不好 一段時間之後他就不在了 第二個 如果 你的網站 比如說像我們 醫院的網站好了 欸 一定會有改版 您還知道 2002年之前 我們醫院的網站長什麼樣子嗎 沒有人會告訴你對不對 資訊者就把 那些資料 弄完了對不對 可是網路上真的有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下 如果你不曾去過的等一下我帶各位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摩克斯 MOX 因為現在雲端方便了 所以以後我們這種面對面的課程 相對會比較減少 很多現在是不是大家都自主學習 對不對 自主學習 甚至可能有些大家有上過這種 線上課程 待會呢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去哪裡去找這些所謂的線上課程 好 這個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 這個現在用的人 都會比較 就資訊類的人 用的會比較多 所以可能也許 有沒有人有聽過這個 我就不太確定 RSS 閱讀器 好 另外一個 這個應該大家 比較不好意思問的問題 你有沒有一路通到地 就是一個密碼 然後就 過關斬將 就通通一直進去了 現在其實 資訊室應該都會提醒大家 要定期更換密碼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照著做 有沒有那麼乖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您就可以先填寫看看 可以先填寫看看 那你如果想要看大家的回應的話 你就點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有哪些人 做了回應 喔 已經有五個人填寫完了 有沒有 這個 好 我上面有這個連結 所以 您試看看 在我們延期一開始的時候 先來填寫一下 這個小小的測驗一下